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 我们给翻新一下 给真绿植刷绿漆 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那能行吗 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 比弄虚作假强是吧 上阵领导怎么下去的 忘了 我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 让人用油漆 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 就你俩这种行为 跟他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 刷漆的手法啊 那还是有区别的 再说了 马主任 这事你要不说 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是 上阵领导啊 也意味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他是万万没想到 一场大火 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 就咱们这座山 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 看上去特别不科学 甚至都有些特患 后来这事不就被曝光了吗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错了 人好科长今天来呀 就是要探望 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 王铁牛同志 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 都给我撤了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儿 背点儿 我这是人点儿背 人点儿背 王铁牛 别沉闷了 来来来 赶紧上床躺着 马主任 你可来了 我啥时候能回家呀 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这叫什么话 领导还没来探望你 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 我为了慢点儿好 后来把自己要都给停了 铁牛啊 好科长马上就到了 一会儿呢 好好配合领导 完了就能回家了 我还怎么配合 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 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 我现在病好了 又让我装病 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那是糊弄领导 搞形式主义 咱这是为了领导 演出小戏 你想啊 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 结果你病好了 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呢吗 让人白跑一趟啊 我紧张 我演不了 你演不演 我演肯定穿帮 不演是吧 哎呀 东太气了 没事吧 马主任 哎呀 哎行 你咋说咋是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非常简单的几个 不是啊 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 我再进来 可就是好科长了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我来晚了 领导 你扎鸡血了 你状态不对呀 你要演病入膏肓 不是演回光返照 我都说了 我演不了 我演不了 我怎么就演不了 我多简单个事啊 你就往床上一躺 实在不行 你话都不用说 领导进来跟你握手 你呢伸手够的 但是你中毒了 无力啊 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尖带肘 肘带腕 腕带手 够他 领导要是问你说 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 需要帮助的 根本不用理他 继续够他 这只手够累了 你就换只手够 但是切记啊 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 你这样容易吓着他 等我一起啊 肩带肘 肘带腕带手 够 肩带肘带腕带手 够 来 来一次 够 Let's go 肩带肘带腕带手 够 肩带肘带腕带手 够 肩带肘带腕带手 够够够够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我来晚了 不 您来早了 反正 早晚都得来 叫 王铁牛 还是位女同志 那上一任领导 他也不像话了 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 上山去刷漆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 你是位女同志 这不我弄错了 是叫王铁牛啊 还是叫王铁牛啊 王铁牛 家属你好 打搅你们了 小车啊 负责这事人是谁啊 当地的马主任 他人呢 他不是应该来吗 给他打电话 哎 别别别别 那个领导 有个事呢 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不必解释 你也是被迫害的 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 家里人都挺好的 有什么问题啊 就尽管提 我来呀 就是解决问题的 你要不提呢 我还真就白来了 我好像知道 你为啥叫铁牛了 领导 没接电话 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别别别别 你要打死他呀 那个马主任 现在应该是 不太方便接电话 他肯定是忙着呢 那就先不管他 这是 我个人那点心意 领导 必须说 不行 这个我不能要 不收 就是先收 一个领导私奔了 领导大老眼的来看你 你不说不让领导心寒吗 领导 我先替他收下了 这不挺好吗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 领导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好休息 您走之前 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还来啊 最后一张 好好好 来一张 好 来 看这边 表情丰富一点 感动一点 再放肆一点 要传到网上去的 不能传网上 可不能传网上啊 什么意思 领导 我必须跟您坦白 我是马主任 他是王铁牛 您不是来看他吗 他病已经好了 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 您就进来 胡闹 小 哎呀 宝宝别怕啊 叔叔不是冲你 小马啊 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 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警示了 你就这么跟孩子做抬脚的 我错了 无可救药 好 队长 领导 您别生气啊 领导 马主任呢 马主任 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我错了 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追什么追啊 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啊 怀着孩子呢 赶紧坐下 我是病人吗 赶紧躺下 领导 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 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对不起 让您受委屈了 怎么搞的 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不是 够他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 您的新鲜感了 来 再来啊 家里人都挺好的 父母年龄大了 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好 家里人都好就好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秋收的时候 我正躺这儿等您呢 地圈晃了 好 丰收了就好 勤劳致富嘛 领导 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没事 我这后期都能解 有什么问题啊 尽管提出来 我来 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要不提 我还真就白来了 我就先不提了 回头你帮我 捡个问题吧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 那我不得回头 才能帮你解决吗 趁我在 就现在提 我真没问题 真没问题 都被我解决完了 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 你还满意吗 还满意 领导啊 太厉害了 他还没问呢 您就都给解决完了 我一个念过书的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 死穷了 别说我的这个动作 好好保持住 漂亮 天牛 我那 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领导 你的心意 已经在我这了 来 来 再借我用一下 你不是给我的吗 不借也行 不借我也要谢谢你 对我工作上的认可 好科长有心了 你呀 病这么重 还能为我弄这个 你才有心了呢 素材够了 哎呀 时间过得真快呀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养病 回头我再来看见 还来呀 我这场就沾床上了 你走之前 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好啊 那好 那就 把这给我空出来 一个人的位置 好 三 二 一 哎 领导 知道您忙 您就不用特意 往这儿跑了 刚才合影的时候啊 我给您空出了一个位置 合作给您 屁上去就行 老好啊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经过我们前期调查 你表态多 调门高 乱作为 假作为的问题 特意严重 群众反应强烈 我这里呢 没有你的位置了 等待处理吧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我儿子的座位啊 被老师分配在一个 又远又偏的角落里 在我看 现在在班里的位置 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 四点开家长会 我早早就过来了 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 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替我儿子拿架 看来还是来晚了 都给我下去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我的 疼 疼 头皮都给我耗起来了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 是你一把给我耗过来的 我就顺便坐会儿 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不行啊 你得动一动啊 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大家好 我是好贱 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 叫好贵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我可不是啊 瞧这薅着一地头发 跟法郎似的 这啥事不能下里好好商量着说呀 来来来 下来 可算是来了一位 和我一样有休养的家长 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是这座吗 你好 我是琪琪的父亲 琪刘海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叫艾迪 我儿子叫艾迪生 我今年三十六了 对命年 明年就是三十七了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 谈指一挥间 你下去谈去 来 搭把手 来来来 哎 麻了 哥们 这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出自见面啊 请多关照 就这还没事呢 腿都麻成这样了 你说这事闹了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我可警告你啊 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 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别坐 你就说别坐是吧 你别站 这汤儿杂着谁知道 这汤儿杂着谁知道啥呀 这是 这每个人情绪的都这么波动呢 刚才啊 老师来了一趟了 就因为站这个座吵起来了 老师说行 那你们自己先上来个解决办法吧 这不就落一块了吗 就看上嚎头发 就这么点事 我瞎说啊 纯属个人意见 我觉得他没必要 都死盯着一个座位 什么是最好的 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精辟 那你说我家孩子 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 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你咋听不出好来话呢 你说过好话吗 别吵啊 别吵 别吵 一说到位置啊 就说到我的专业上 我是做房屋中介的 来 请各位一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班里座位的特点 这个前面这一排呀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 那中间这一片呢 叫休闲一落区 最后一排呀 叫养老区 看下这把脚的座位没有 这是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 叫隔离区 咱家孩子坐哪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 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啊 孩子坐哪都一样 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三百多度 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三百度就坐这儿啊 那我家孩子还四百度呢 我说的是左眼三百 右眼一千六 左眼三百 右眼一千六 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跑偏呢 我俩上街 经常是走着走着 他就上主路了 那你这心挺大呀 还给这抢座呢 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 起来 别怼我 怼了 别怼 你要不用语言怼我 要不用行动怼我 你可一二怼 双怼 来来来 别别别 别吵 来来来 不可理喻 兄弟 坐这儿感受一下 怎么了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 坐这儿肯定没有跑 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 可以叫它霸中霸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区长可以啊 哎呀 问题是我不知道 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 跟我换这个座 愿意 愿意 我孩子就坐这儿啊 随时挑 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 李老师越筋越好 兄弟 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我孩子个矮 你孩子个矮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 坐这儿 他也就这么高 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 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你站去 站去 你多高 我硬八七啊 你媳妇呢 一米九 那是你家孩子吗 我家孩子发育慢 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快拉倒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 孩子为啥长得慢 那肯定是缺钙的 怎么不钙快 晒太阳了 来 干嘛 来来来来 坐这儿 哪儿 感受一下 这阳光充足不 咱家孩子要坐这儿 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 钻一天一个样 你还真别说啊 你看我就跟这儿晒得这么一会儿 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 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能再晒了 再晒了 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是不是 没事了 行 咱家孩子坐哪儿 我没孩子 你没孩子 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不是 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你弟弟 多大呀 八岁呀 亲弟弟 亲弟弟 那你多大呀 五十三 多少 不不 三十五你都给我问懵了 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吗 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这么大岁了 了不起呀 那我得住二老 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他们会的 哎呀 这老来得子 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呀 那就坐这儿了 咱不动了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夏天靠着墙 凉快吧 冬天就是暖气 孩子脚要凉了 把鞋垫抽出来 放在上烤一烤 饿了再烤个地瓜 多好啊 那不串味了吗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 咱一样烤啊 哎 有点道理啊 好哥的爸 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 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看你这人 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 那你说 你家孩子啥问题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 就是长得太漂亮了 你说我姑娘长得那么漂亮 你让她坐后边 那上课的时候 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 谁还看老师啊 那不耽误人家虔诚吗 耽误虔诚不说 总这么回头 颈椎也受不了啊 来来来来 给我看看 海洋到底多漂亮 你看 坐后边去 啥意思啊 这都长成啥样呢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这是我姑娘的 长这么好看啊 漂亮吧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 不把孩子耽误了吗 这颜值这么高 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呀 提前适应适应 长大进娱乐圈 当大明星多好啊 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 天天在老师里眼皮底 这看着 那多紧张 这身压力多大呀 这座 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可不 妈呀 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 把这座撤了吧 放个绿纸 放绿纸也行 放我家孩子也行 你不是说 坐这儿压力大吗 孩子不敢动 孩子不敢动 那是别的孩子啊 你家孩子多动症 他克老师 他一天到晚 浑身上下哪都动 他就脑子不动 压力要真要大呀 那就让他适应适应 一个人扛起来 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啊 不对啊 我说不上来 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小算盘打听好啊 说半天你想坐这儿 你给我站起来 别紧张 你知道我们家 为了让孩子 进这所学校 付出多少吗 家里别墅卖了 换了个五十平的学区房 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 白天 在家洗衣服做饭 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 半夜的孩子睡了 还得上网做直播 教肚皮 你说 我老公容易吗 谁家容易啊 谁不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我一天打三份工 天天陪客户喝酒 一喝喝到后半夜 我一回家还早上睡着了 我一个月一月见不着他 我容易 来告诉我几点了 十枝都没了 我都舍不得秀 我一看表 我就想起了那首歌 十枝都去哪了 看我这双鞋 我老丈人的 里面垫了六幅鞋垫 显高啊 大 显高大 他看着我这身西装 看着这么狗样的啊 叫色 白衬衫都染蓝了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衬衫是不好洗 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洗了 不但没洗掉 还染一手 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 说咱家沙发上爬着的那个蓝精灵是谁 谁家容易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我是为了我兄弟 为兄弟两肋插刀 要说不容易啊 都不容易 好归他爸 把鞋穿上吧 脚太臭了 确实啊 太有点太臭了 喂你好 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好 有什么可以为您敬劳的 老师 老师我在班里呢 挑座呢 老师 对不起 老师我糊涂了 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好了 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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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老师 跟你说什么了 跟老师通完话 我明白了 我走错班了 哎 哎 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 啊 还在哪个班不知道 还在这抢座呢 这是二年级一班 一班我知道 我是不知道 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 说孩子几年级了 你都不知道 还在那抢座呢 把什么都给孩子 抢到最好的了 孩子就好了 孩子教育 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 家长的陪伴 也很重要 一时觉得 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 现在想想 今儿都使歪了 作用不抢了 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 各位 再见 再见 哎 儿子 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 啊 不适应 别这样 爸爸也不适应 咱俩适应适应 不就适应了吗 哎 哎 小弟啊 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 在什么区吗 在养老区 对 事业挺好的 我觉得挺不错啊 喂 老公啊 从今天开始 我给孩子辅导功课 你呢 就专心教肚皮舞 哎 媳妇 我问你个事 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完了完了 出大事了 我们单位的老局长 不幸被苍蝇牌给派进去了 上面呢 又派下来一支 不是 一位 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 在这几个眼上 我们科长传唤我 凭书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 估计这次是饭碗不饱了 哎呀 完了 马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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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小好啊 进来来 进来来 不好意思啊 大叫您睡觉了 大叫您睡觉了 没事 我这一会儿一觉 不耽误 坐 最近 家里都挺好的啊 演不前还凑合 这以后什么样 就交给命运吧 我听说你在单位 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我检讨 我太贪玩了 打乒乓球害人害己 我以后再打乒乓球 我就自费双手 我我拒绝黄拒绝赌 拒绝乒乓球 我这么跟你说啊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 巧了 他也喜欢打乒乓球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科长呀 你这就为难我了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 局长我哪敢管呢 好见哪 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究其原因 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么下去 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真的吗 那我就放心了 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好见 现在是你的爱好 撞上了领导的爱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 你你不兴奋吗 兴奋点在哪呢 来来来你坐这儿 你看啊 咱们可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 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赔舒服了 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魏小宝陪康熙睡觉 那最后魏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了 行了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冰堂球 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 分清主刺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 就陪领导打球啊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说谁呢 我不 说谁马屁精呢 能干你就干啊 不能干你就走吧 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 这不至于吧 不至于 浩健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 我马屁精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Jake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刮鱼 Jake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 Jake喜欢文丸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Jake喜欢我 所以好健康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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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 我最想听的就这股论 总而言之 你现在知道 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知道了 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 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说谁呢 你这个怎么一样 别别别 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 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 我也纳闷了哈 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 又是点头就是微笑的 难道 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不单单是这样 我告诉你 开会是讲究技巧的 领导一发言 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 我马上给一个 嗯 领导就想了 怎么的 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 等他全说完了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马上就跟一个 啊 我要让领导感受到 我被他的话洗礼了 而且大彻大悟 最后 我还和领导 站到了一对 啊 哦 平均一席化 颠覆人生观啊 所以说好见 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 你还要做到 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让他一想到球 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他手就痒痒 明白 明白 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 那我这一欠揍了 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何止是转正啊 看见了吧 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 好科长 不不不不不 好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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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科长来 坐下坐下 好科长 咱们也尝尝 做领导的姿位 哎呀 这椅子是舒服呀 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 哎呀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 那我还不得 雨时长眠呢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 好科长 喂 我是好科长 你是哪位 杜局长 哎呀 那对不起了 您拨打的电话呢 他关机了 你回去 哎 哎 杜局长 对 我在 刚才是串信了吧 您现在要过来 好的 哎呦太好了 正好我这有个好消息 等着您 机长马上到 太好了 他来了 我们俩去哪玩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老机长进去了 他那个麻将桌 我也给他处理了 以后呢 你们就在我这玩 我给你们当裁判 好见哪 这对于你来说 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 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贵人哪 哎 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静走弯路了 谢谢了 马科长 哎 不 马处长 哎呦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好科长 早晚的事啊 马处长 使不得 使不得 好科长 使得得使得多 马处长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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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情绪 好 准备迎进 站 塞 塞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我就处分谁 杜局长 哎呦 杜局长啊 这怎么了这是啊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 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 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哎呦 杜局长 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 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 那就是歪风邪气 真是 微博 还带配重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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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 来 局长坐下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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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老同志了 嗯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我说他们了 我说你们就再练 也不可能打到杜局长的水平 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 年年都是冠军的 哎呦 别公为我啊 有一年是亚军 哦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得过一年亚军 是啊 那年我是副局长 这个真是可惜了啊 好了好了 车远了车远了啊 哎呦 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什么好消息啊 啊 好 那 啊 那什么 局长问你呢 什么好消息 问我的吗 我姓好 我叫好消息 你叫好消息 看妈妈给他记得 你说怎么玩 你知道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 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猜想出来了 你再告诉我 你给我回来 你这太没礼貌了 局长问你话呢 别先话太难了 我脑袋都要炸了 你好歹 你别 你得是想一个 你再说说了 你再走啊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 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嗯 噼里啪啦的 对 嘴巴烂叫的 影响马科长睡觉 写材料 啊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 是吧 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 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 多余不 马科长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好贱的 啊 啊 啊 据我了解啊 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 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我这真替他高兴 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好见同志学习 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 另外啊 没啥事的时候 别老给自己起些个异名 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 你说你都不敢接受 多可悲啊 局长 我是好见 对不起 我错了 够了 这是你的错吗 杜局长 是我的错 你要说就说我吧 是我思想一直松懈属于管理 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异名 妈呀 这是个乒乓球台啊 我都不知道啊 够了 马晶晶 马屁晶 骇群之马 你的问题有关不本 早就掌握了 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 溜须拍马走捷径 等候处理吧 杜局长 杜局长 我错了 杜局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出大事了 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 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 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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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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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人哪 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太好多管钱事 这不 我 刚才在马路上 看见一辆汽车 后备箱没关 我汽车子在后面 这顿追啊 行事告诉人一声 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 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 这刚爬出来 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你全责 赔了人二百块钱 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钱事 我发誓 以后我要再多管钱事的话 我就不叫好借 我就叫非常借 哈哈哈哈哈哈 啥也没看着 哎呀 哎呀 麻呀 你赢了 干嘛呀 也没事吧 其实久了 啃裆一下拍地上了 你说呢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疼不疼啊 我的胳膊皱啊 我的破棱杆啊 我的腰间盘啊 都不疼啊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 就别用排除法了 那既然都不疼 那咱试试看 还能不能走走了 我试试啊 慢点啊 你这走是能走啊 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那肯定的呀 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 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来大妈 我给你扶起来啊 小伙子 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摔的也够强啊 我没事 你是个好孩子 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我这做好事上演 这要换了别人啊 装完我早跑了 大妈呀 你这是摔懵了呀 而且懵得很突然呢 你是自己摔倒的 你摔倒的时候 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 你看 那是我自行车 铁证如山 哎呀 车全都飘成那样了 懵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哎 妈呀 哎呀 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 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 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哎呀 我的尾追呀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 不是追尾追了 我说的是保险道 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完了 大过年的 一巴根还撞碎了 行吧 碎碎平安吧 哎呀 你说大妈啊 你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没人撞你 没人撞我 飞出十多米呀 那你要撞了我 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不是大妈 你啥身份呢 你出国还能免签呢 是咋的呀 这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那飞几米呀 都这时候了 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枕 有意义吗 行啊 大妈 咱不掰着啊 咱看图说话 好在现在大街小巷 都安装了摄像 头呢 完了 头没了 这再纠缠下去 就没头了 我这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我 怎么的 你还想走啊 走肯定是不敢趟了 我得跑了 哎 你 新婉 我马上到家了啊 别着急啊 等等 我看就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 也没个人来扶一把 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 别人不管 我管 爸妈 你别动啊 我马上发条微博 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 让爸妈都转都评论 媳妇 记得给我点赞哦 哎呀 这老太太摔一点 老惨了 惨你不服一把 来 爸妈 咱先坐起来啊 爸妈 我呢 马上送您上医院 但是我求求你了 您帮我证明一下 您就说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好不好 哦 这就对了吗 我是好人好见 就在刚才 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 也不知怎么 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 我放下一切构虑 毫无忌地上前去扶他 到你了 收点下巴 先收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 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 完了你还要跑啊 大妈 你这么顽皮 你家里人知道吗 跟我来这套 行了 别哼哼了 你赢了 你呢 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 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 给咱评评这脸 来吧 大妈 别动坏了 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暖和包 刘德华同款的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 在胡乱地拍了 良心发现了吧 大哥 怎么了 小伙子 这儿有个老太太 你撞的真不是啊 快跑 我扶过仨 结果呢 这么跟你说吧 哥以前 开的是大奔 大妈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家里的情况啊 这么说吧 小偷到我家 都是含着眼泪走的 逢年不解 还得给我扔两道米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咱这样啊 咱们娘俩呢 一起分享几则预言小故事 故事的名字分别是 东郭先生与狼 吕洞宾与狗 农夫与蛇 好剑与老太太 这几个故事 分别讲的是什么呢 我从头到尾 一次地给你讲讲 说从前呢 有个叫东郭的先生 有一天 他骑着自己那头驴 在那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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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骑了一脸大嘎嘎嘎呀 完了呢就遇上了一个 快要死了的狼 这个狼 太磨叽了 要扶你就扶 不扶你就走 你给好人疼个地儿 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 你走吧 去吧去吧 逃逸去吧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 老这么说话 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吧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走就成讨逸的了 你不走是吧 好 我走 不是大妈 你这是要上哪儿 扎嘎嘎嘎去 你这是啊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 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 完了我爸狼救了 回头狼还要吃了我 那你说那狼 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我才听明白呀 你给这纸上骂怀的 我一老太太给这趴半天了 你以为我趴活呢 说谁是蛇 谁是狗 谁是狼 骂谁好贱的 你才好贱的 好贱的名是我妈祈祷她 开始给我起的 到你这儿怎么还成脏话的呢 你把我撞倒了 哪怕说声对不起 你呢 不仅不道歉 还烦咬我一口 我告诉你 你今天呢 就别想走了 哎呀 这样就是证据啊 我今天就是活住命 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 斗争到底 不是 你是怎么挪过去的 不大妈你没事了 我被你气的呀 别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 那我这是气功呢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拼拼礼呀 来人呐 来人呐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救星啊 刚才啊 你怎么还倒了呢 爸妈 你这骑得也太快了 这车车都飘成这样 你飙车了 我 我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他不是我撞的呀 大妈呀 这车在这放着呢 人在这躺着呢 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这不是我的自行车啊 不是我的自行车 你老爸的自行车 你也没登那么快呀 我这是当你起飞了呀 他呀 刚才 别激动啊 我来处理 来来来 什么玩意儿呢 同志啊 那个没摔坏吧 疼不疼啊 我这胳膊粥 我这不灵盖啊 哎呀 我这腰间盘呢 都摔坏了 都不疼啊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 这那没事呢 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走应该是能走啊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 闹了半天 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 那我还能抢救都过来了吗 看着呀 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你哪飞十米了 那我飞几米 都这会儿了 还给我酱那三米两米的汁 有意义吗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啊 需要玩意儿 谁说算谁的呀 同志啊 这样 我先扶你起了啊 来来来 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他俩还认识 来来来 手快点啊 不是 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检察叔叔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拎着我那车子从你那出来 在前面走着 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 我好心过去扶一把 大妈就摔蒙了 非得以为是我撞的 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 我那自行车圈 是打瓢的就行了 哦 明白了 大妈呀 他这个自行车车圈 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 似乎就是我处理了 不是撞我撞的吗 大妈呀 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 再说了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要撞您撞成那样 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也是啊 那我是咋倒的呢 大妈你看 刚才那位司机啊 特意回来道了个歉 说当时脑子 没撞过这个弯来 让我把这个钱呢 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 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来 拿着 不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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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还多给你一百 让你拿去修车 这不但不凉了 咱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我想起来了 刚才呀 我跟他拧啊拧啊 一个台阶卖空了 完了就摔倒了 终于真相当白了 大妈呀 对不起啊 你别生我气 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孩子 大妈这么误会你 你都没走 还要扶大妈 好样的 大妈 这人倒了咱不服 那人心不就倒了吗 人心要是倒了 咱想服都服不起来了 好 好 大妈 咱们上个院 坐跑车 不用 不用你的钱 大妈 有一宝 臭小子听贼呀 光当一下躺地上 你还按表走上了 我心眼多多呀 我都没转呢 我心情我这速度要转起来 那还不太自然了 我 跟你们说个事啊 老板最近抽风了 你说我干的服务员 干的好好的 突然就把我提拔当大堂经理了 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 高兴 媳妇也高兴 新手机 新衣服 还亲自买个水果篮 让我给我老板送去 你说她怎么懂事呢 有这么个媳妇帮我 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 不得步步高升啊 照这进度 不到四十我就能升天 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 我怎么那么恨人呢 我都恨我自己 喂 媳妇 你干啥呢 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媳妇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就不太放心 你过来看看 水果都拿上了啊 妈 这心让你操的 操洗碎呀 别光 从现在起 不许挂掉电话 为啥呀 我就纳闷了 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 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那就好 我是怀疑你俩 没事没事 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 我就是想听听你俩 平时是怎么交流的 不许挂掉电话 去吧 我不去 行呢 我去 我要是上去敲门 够了 你要是给我来这套的话 那我就上去了 记住了 不许挂掉电话 听见没有 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给你留门呢 听见没有 多么蹊跷的留门 老板你人呢 给谁留门呢这是 是我 问心无愧的好见哪 什么 我听不清 我洗澡呢 你过来说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你这未改时候 正好我刚洗的澡 好见 老板 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好见哪 你说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呢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 完了我媳妇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谢谢 谢谢 这小果篮 拎过来 累坏了吧 没事 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 不累 好见哪 是这样 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 一会儿呢 我前夫来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明白 我明白 我不耽误你俩事 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啊 我就想请您大声地说一句 你说咱们饭店齐个服务员 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怎么 这概率很低吗 我为啥提拔你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时而清楚 时而糊涂 我不就相忠你这个人了吗 老板呢 我跟你说 你说话说犬糊点啊 你要这么头三减四的 我跟你说 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的 妈呀 好见哪 你怎么还坐下了呢 不是 你看好见 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 这大半夜的 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那咱还能用逮呢 我去你家俩早 他还至于逮我呀 好见的 你看啊 平时这个点 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我这都啥时候的事啊 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我就直说了吧 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 不老板你今天说话 再一句一个大霹雳呢 我请您正经地回答我一句 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好见哪 你要是真舍不得走 那等我前夫走了 完了你再回来 行不行 那我还回得来吗 不你今天说话 在这顶分上呢 你就顶分来的呀 谁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得现实了 好见你快点躲起来 我问心服贵的好见 为什么要躲起来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 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我深圳不怕有的邪 快快快 我邪 我这种 你快点躲从哪里 快 给你邪 完了 就算深圳不怕有的了 你给我进去 都换新的啦 是啊 要不我用啥呀 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嘛 都换新的啦 都换新的啦 老婆啊 你忘了吧 你走的时候 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中强了 这当年呢 太冲动了 这当年呢 太冲动了 我牵着你的手 就像现在这样 我的小心脏啊 扑通扑通直撤 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 走在百游马路上 迎面就撞见你妈了 把你给吓的呀 对 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 哎呀 你一看见你妈呀 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 穿到小树林里去了 我一看你跑了 我就追你吧 哎呀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 我说我等会你了 你一看撞我怀里来了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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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哎呀 哎呀 不是 你这一记绝情脚 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哎呀 哎呀 好贱 好 我贱 我好贱呢 我不是说你 别说了 那个 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又要结婚了 又 找了个小女朋友 年轻漂亮又有钱 你说气人吗 我今天呢 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 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 都觉得他好啊 那我俩就领证了 当然了 只要你说不同意 那也不好使 那个 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嘿嘿嘿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这心里 可好受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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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话都说开了 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来 两个像吧 小宝贝 你这话数差上了 别躲了 都说开了 来 介绍一下 好贱 我小男朋友 老高 我潜伏 潜伏哥 要不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啥会啊 误会 配合一下 不是我不配合呀 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 其实是四个人哪 四 咋傻事都往外说呀 哎呀我的老天爷爷呀 不要脸 潜伏哥 你头上有顶帽子 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 我先走了 我求你帮我一把 我给你升职加薪 这不是钱的事 你那个客人还没走 你这当主人的走了 合适吗 嗨他爸 嗨他爸扎嗨 有点行为行 尽量少说话 好的老公 哎呀我 别玩手机了 哎小小小小小小剑 当着你钱负荷的面 你就别抱我了呗 多刺激他呀 哎要咱这样啊 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 咱做个游戏啊 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 就好玩 成天手机都不理手 就知道为个拨与个聊啥的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 不玩方块人玩啥呀 是不是 是不是啊俄罗斯的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俄罗斯方块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 烤羊肉串的吧 东北啊 你找的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我告诉你 小剑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 你是理解不了的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有那甜蜜蜜给你甜的呀 小剑 来 走一个 不走 走一个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起来 我爱你 我爱你 塞北的雪 那个 夸我白呢 我也爱你 我爱你 完了完了 小剑呢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在电话铃声太闹听了 我给你关机了 哎 那是不是媳妇打的 我俩真弄我 那个 这个手机有辐射啊 对小宝宝不好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 那大宝宝的死魂你就不顾了 好剑 你媳妇呢回头我帮你 现在你帮帮我 求你了 好吧 来吧 有什么事抓紧啊 我上线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你说老板 你俩子还离婚了呢 啊 你看杰夫哥 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这是 这是 烹饰啥呀 夸你呢 还不累听了 那好吧 你看看你的五官 哪个能过关 好不容易有个关子 瓜子脸吧还长到了 多好的一个女人呢 你说你都不把持住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 看见他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漂亮 原来你是慢热心的呀 原来你是慢热心的呀 这儿 是无血 我走了 老高 明天咱们球场见 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 小剑呢 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打他还用明天呢 你高尔夫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吧 杜梅啊 我今天来的意图 你也清楚 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 但是我一来 我看你也没这意思 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 我想找回点面子 可是 可是 什么玩意儿啊 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 啊 我就说嘛 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 能看上你呀 等等 我俩也是编的 这是我大唐经理 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什么 他是你大唐经理 怎么的 搞仕途的 好帝 你 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 哎 你是 我是好见的内人 见内 好见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弟妹啊 你可能是误会了 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 说开了就好了 你像我跟你姐夫 当初啊 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 缺乏沟通 结果我就变成潜伏了嘛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所以说啊 这夫妻之间 信任为先呢 没有信任 就没有幸福 来 玉妹 坐下 消消气啊 好店 快 红你媳妇 行 好店你说吧 我替你怎么说 咱俩 咱俩 咱俩还有啥事 要离不 别 我是问你要离不 黎九龄 厉害 对对对对 我说的是 苹果是在里的里的里的 里的那个橘子呀 真是橘子呀 我真是被人天真打败了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邪 这是的 行吗 ihi 警告 这都是 我许鹰 她又只是